三案三題 下一列关于面镜的叙述何者错误 A 手电筒的灯头是利用凹面镜所构成的 这个叙述是对的 这个凹面镜是一个特殊的凹法 是所谓的抛物面镜 让它从焦点发出的光可以平行射出 让手电筒的光能够射得比较远 所以呢 A 是对的 B 的叙述是 太阳能集热器是利用凹面镜来收集热能 这个叙述也是对的 这个凹面镜也是跟刚才一样 那个特殊的凹法叫做抛物面镜 让平行组的光能够集中在焦点 来我们收集我们的热能 所以 B 的叙述也是对的 C 便利商店所设置的凹面镜 可以视野较宽广 这是对的 这个我们刚才有题目做过了 我们要凹面镜呢 可能会成为一个正立缩小的虚项 然后呢可以使我们的可视范围变大 可以使我们的视野较为宽广 所以呢 C 的叙述也是对的 所以呢我们错误的答案呢 应该的选的是猪 一般化妆所使用的面镜为凸面镜 可以使脸部放大 这个是错的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凸面镜只会成为一个缩小的像 不会成为一个放大的像 所以它并不能够使脸部放大 它应该所使用的是凹面镜 所以第三个三题 问我们下列关于面镜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一般化妆用的面镜为凸面镜 会产生使脸部放大像 这个是错的 我们化妆用的镜子应该是凹面镜